其實他不是我們班最資深的 我們最資深在後面何大哥 對 然後次資深應該是房大學二公布 那其實我也是阿嬤的同學 因為環境發生中我們是公平記者的課 那我們知道好奇寶寶他其實有非常多的管道去做他的公平報道 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公平記者 那除了他對外關心生物體以外 我覺得他在對男媽媽的這個部分是我非常的佩服的 那很抱歉剛好我在醫療機構上班 常常他就是我們講的那種 就是某一個外國來的客人 我沒有說澳洲 那因為事實上我們就是有些像剛剛這位大姐也講 他說他會覺得說因為是通常我們只有兩種對 在幫忙只有兩種種就是長輩需要安養我們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在家裡自己照顧一個是在機構裡頭 那機構裡頭說實話 我們要非常的費心去找以外 事實上自己也是可以付出一些心理 那很巧的就是我其實在當生公司有一年半的時間 那在差不多去年五月的時候 剛好這一個地點 那個阿嬤真的是大概涉大的學生 只是沒有註冊 然後有註冊 他在當生公沒有註冊 他是我同學 因為他曾經坐在我旁邊過 對 然後所以說他那一次剛好是公民週 就是一開始在放的那個影片 然後公民週 那阿嬤也來參加 他也有幫來語澤小飛魚 對那就是非常感動 那所以跟老師講的一樣 我那時候當下回去就寫了一天報道 就是帶著媽媽出門學習的也該有個名字 那通常我們會鼓勵袋鼠媽媽 他帶著就是媽媽帶著小飛魚出來上課 那我真的是非常佩服寶寶姐 帶著媽媽出門學習 那我覺得說我們這一代在做 下一代再學習 寶寶姐祝福你一個媽媽 生日快樂 因為我平常都拿著都在做攝影 所以很遺憾的都沒有照片 照片那些照片 都是我跟那個淑琳姐 跟她一起的 那我去報告寶寶姐 那也是寫這些 這些照片都是她幫我留下來了 非常珍貴的照片 那這一次的活動呢 我也是邀請她幫我寫成一篇文字的報道 那她的文字力量也是跟照片 影片也是非常的好 那剛剛也有講到環境大成功 還有和環政智我們的寶寶姐 要不要這樣聽聽嗎 謝謝黑暗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有什麼都可以說